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什么 你一直都恨她 肯定是遗害的 我妈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让你偿命 你放开我 我不 你非得给我说清楚 你 同志宁 你干什么 你这样会害死你妈你知道吗 她现在需要输血 你还不赶快去办手续 你们小声一点 你们谁跟我去交费 那 那我现在怎么办 去交费办手续啊 什么 要十万 手术费和治疗费加起来 我 我身上就带了两万 快找朋友借了三千 我身上也就只有几百块 那怎么办 能不能缓一缓 我们这就想办法 医院有规定 现在手术正坐着呢 你赶紧去筹钱吧 你放心 手术我们会继续的 谢谢 谢谢 我们一定尽快交上 志宁 我刚回国 身上没有多少钱 你有吗 我哪有啊 那家里有吗 家里钱我全都带过来了 就这么多 公司账上有没有钱 公司都快倒闭了 行行行 别着急 我来想办法 喂 陈超 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 抽点钱 我现在在医院 卢雪正在动手术 她被车撞了 她是为了救我 才被车撞的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你需要多少钱 大概八万吧 八万 你别急 我先想办法 好 怎么样 她在想办法 来不来得及啊 希望吧 她没说 我以为你跟她说好了 就没有多问 那她长什么样 个子挺高的 还带了一个秘书 长得 长得是不是跟我有点像啊 对 事情像 不要干系 可是天亮啊 你不觉得咱们在地皮静拍 这件事上 办得并不好 你说现在 天秋这么坚持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同意 我想都不敢想 这万一要是失败了 失败什么 爸交给我的事情 我哪样办不脱 我说万一 没有什么万一 我告诉你 你要么老老实实地待在中国 要么就给我回太过去 再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 别怪我不留情面 行行行 天亮 要这样的话 我会就把丑话先说前面了 这个事情万一发展超出了预期 不可控制 那你到时候可不要怪我 心狠手了 这个自保是必须的嘛 你快来 我再说一次 穆德胜 你不要去招人 可是 可是什么 穆德胜这个人 看起来简单 其实他很重要 尤其是在土地静派之后 相关的工作 很多都需要他去做 他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个节骨眼 让他有什么情绪的波动 影响到了我们的静派 行 不过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你也可以悄悄地跟着他 看到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我也总觉得 这个穆德胜 不是很可靠 行 那这事我去办 董事长那边 最近没有过我吧 这件事情 你问大姐更好 那今天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情要忙 你先回去吧 行吗 他儿子出去了 哦 没事我等等 哎 哎 智元 啊 记醒了 佟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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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丽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咱们出去说吧啊 你别拉我 我哪里都不去 我就要当着大家的面说 你从小是女神 追你的男生那么多 你为什么一直要抓着 陈超这个备胎不放呢 我看你就是个害人精 他为了你辞职去泰国 现在撒谎又跟我借钱 你到底想祸害他到什么时候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智元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关你什么事啊 你也想挠备胎是吧 哦 我知道了 你喜欢陈超 但陈超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就把气撒在智元身上 我跟你说 你这么漫不讲理 智元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 你 哎 哎 田徐 你少说两句 田律 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误会 咱们出去说好不好 智元 你在这里 我想跟他单独聊聊 你别跟着 放开 田律 你别生气 钱是在我这里 我马上就还给你 啊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来找你的吗 我知道 你是为了陈超 我有个亲戚 他要动手术 所以陈超他就帮我 我也没有想到他跟你撒了谎 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我说的就是这个 他要跟我说实话 我不会不借他的 你看他为了你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能不能放过他 田律 你生气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说陈超是我的备胎 这个我不接受啊 哼 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和陈超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就像兄妹一样 所以有些事情 我就没有跟他客气 但换做是我 我也会这样帮他的 别转 行 不管你怎么想 事实就是这样 我和陈超真的不可能 况且 我也有自己喜欢的人 刚才那个 是谁不重要 反正我跟陈超不可能的 你要相信我 你不来电 不代表别人也不来电呀 你说什么 我说他整天都围在你身边转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田律 我们家出事了你也是知道的 要不是陈超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去 陈超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他呀 对朋友特别讲义气 但感情方面 缺脑子缺根筋 所以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你得主动争取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那 刚才 对不起我让你出丑了 我去帮你解释一下 没事没事 没关系 只要你不生气就行了 这件事 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支援 谢谢你 是 是 桐小姐是你呀 你是来找方总的吧 快请进 方总 桐小姐找你 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你来怎么不告诉我 我来是为了工作 谢谢你付了医药费 那个钱算我借你的 我会还 干嘛这么跟我结尾 我不想再欠你什么 是我欠你的 怎么样 最近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我先走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明明说好要带我一起走的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悄悄离开 避而不见 把我一个人丢下 你现在又出现在我面前 你到底想干什么 芝月 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 我更没办法面对你 我想能做的 就只有保护你 不要你受到伤害 保护我 你现在就是在伤害我 对不起 我以为 我以为 你跟天婿过得挺好的 方天秋 这跟方天婿有什么关系 你知不知道爱你是一件很绝望的事情 因为根本看不到尽头 我允许你走进我的心 我都不允许你在里面徘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了 好像哭了 我挺好的 真的 志愿 上车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跟你没关系 我要跟志愿说几句话 那你也得问问 志愿她到底想不想听你说 她不想听你说 你快走吧 天许 有些重要的话 我要找资源说 说完我会把她送回来的 走 我十五岁那年 爸爸突然把梁子柒带回家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我竟然还有一个私生弟弟 她就是方天讯 我不想认天讯做弟弟 因为我只有一个弟弟 她是方天直 方天直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因为在方家 这是一个永远的禁忌 没有人愿意提起 梁子柒把天直推下台阶 摔伤了植物人 那时候天直才七岁 到现在为止 她已经在医院 整整躺了十七年 十七年 我就是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 看着天直 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摔下去 我却不能救她 是我没能保护好的 真的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样 她小时候最爱缠着我 我要跑到哪里 她就跟着我跑到哪里 要不是那一次 我跟她赌气把她丢下 她也不会摔成 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从我十五岁开始 我的人生就只有一个目标 必须要成为方氏国际的掌门人 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天直 保护我的妈妈 我大哥 我大姐 我一直梦想着 为天直建一座她喜欢的主题公园 也许等着公园建成的那天 她就会醒过来 所以美伦的设计 还有无糖冰淇淋 都设计了她 对 我有很多想法都是天直小时候的想法 对了 你还记得当初在电梯里面 你说我的想法很幼稚 但我依然坚持 我的这种偏执 是不是很可笑 我相信 你一定能建造出 你梦想中的主题公园 梦想中的主题公园 我以前一直以为 我这辈子只能为了争权夺利而活下去 婚姻也是这样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你出现之前 我从来不相信我会爱上一个女人 自从你出现以后 我突然觉得 我恋爱了 我敢爱了 是你让我尝到了爱情的滋味 你知道吗 爱情的滋味 我觉得那个太痛苦了 有一天回想起来 你会觉得这段经历 是很痛苦的吗 所以我恨我自己 我恨方家所有的一切 我真的很羡慕天逊 他可以为你放弃一切 他可以说走就走 可是我一想到 躺在病船上的天职 想到我妈妈上心的样子 志愿 我没办法不爱你 可是我现在真的给不了 你想要的 我记得徐志盟有一首诗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 互放的过量 不 我不要就这么放弃 我知道你心里的苦 我和你一样 我们都背负了太多太多 我觉得现在 真的没有更好的选择 也许放手 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 不 这不是我要的结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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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 她们又对你怎么样吧 那就好 我买了一些吃的 我现在给你去准备一下吧 丁萱 你知道 我现在没有办法爱上你 你的心意我懂 也许 等我完成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会考虑我们的感情 可是现在 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上你 我懂的 慢慢来嘛 我会等你的 我会等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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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点青菜 他不吃青菜的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天旭 你这个鸡太好吃了 都有点不真实了 你尝尝 我不吃鸡的 其实这个鸡呢 我是从附近餐厅 买回来的 天旭你作弊 不是 谁叫你家里面 没有烤箱的 不是 谁叫你家里面没有烤箱的 那不然 我就请你一个作为补偿吧 好啊 来来来来 请我 请我 从我开始 我也要 请我 请请 来来来 来啊 来来来来 来 吃吧 主持肩肩肩膀不好吃了 快吃吧 这个肉丸不错啊 来 多吃点 来 主人 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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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饼怎么没有 天秋 今天晚上有个派对 会有间隙 去不去 我还要做计划 我就不去了 圣诞节 你一个人看文件不会无聊吗 昨天晚上没睡觉 我想早点睡 好 那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志愿 你也插一个看看呀 看看天旭给你送的礼物是什么宝贝 包的蛮结实的 Lancer彩妆 天旭 你也太有心了吧 怎么想到送这个 这可抓女孩子的心了 其实 这个还是限量特别版来的 我看志愿经常用这个 所以呢 送礼物给女生呢 最重要就是 要知道她平时的爱好 仔细地观察她平时的一举一动 你看志愿今天多开心 别谢谢我 田铃送给你 谢谢 喂 喂 同志员吗 哦 我是 我是交警支队的 姓罗 跟你有关的那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司机 找到了 你到我这边来核实一下情况 好好好 你说十二号中午闻名路的车祸 你是肇事司机 是 那你现在说说 事发当天是怎么回事 我前一天跟哥们儿出去喝酒 一高兴吧 我就喝多了 你看是不是这个人 第二天起来也没醒 就想出去开车兜兜风 不是的 那不就好了吗 你再仔细看看 谁知道那么倒霉啊 刚开到闻名路 第二个路口就撞上人了 你认不认识你撞的人 我当然不认识了 我就记得是两个女的 那撞了人 为什么立刻跑了呢 我害怕呀 但是一撞上吧 我就懵了 我从倒车镜里边 看到那个女的倒在地上 她不起来 旁边那个女的吧 在使劲地叫 我以为她死了呢 这样给逮着了 还不得判个死刑啊 我就跑了 那怎么又想到 来自首了呢 警官 我这几天呢 是吃不下也睡不着 总想着当时的场景 我也明白 我早晚都难逃罪责 良心也过不去 这一想到受害人吧 那么无辜 我应该承担责任 对伤者进行补偿 以求心安呢 就来自首了 幸好啊 这受害人没死 没死 没死你也是 严重地肇事逃逸 是是 那是我的错 我 我现在也知道错了 我会尽我的所能赔偿的 判我多少年 我都认了 责任 佟小姐 刚才的审讯 你都看到了吧 但是撞我的那个人 真的不是她 身材差很多 当时的情况那么紧急 你是不是看错了 她今天可是来自首的 这一派呢 那可不知道多少年 你想 谁愿意 你没事坐牢啊 对不对 我们也调查过了 他的那个车啊 就是撞你们的那辆 只是这个车是偷来的 而且那个原车主 当天也不在室内 这已经排除了他的嫌疑了 志愿 小心 当时车是迎面朝我开过来 我和司机有短暂的对视 真的不是他 那这样吧 佟小姐 如果我们有新的线索 我会再联系你的 好 如果自首的不是赵氏司机 那么真凶又是谁呢 不管是谁 凶手一定是不想让志愿 继续查下去 这次没事 下次就保不准了 我觉得陈超说得对 你还是听你爸的话 把请律师申诉的钱拿回来 你回英国继续念书 这边的事就交给我 好不好 要退缩的话 我早就退缩了 现在是一切都要浮出水面的时候 我更不能回去了 他们既然冒险杀人 说明我查对了方向 你这孩子脾气跟你爸一模一样 我正要跟你说呢 你爸因为病重 已经转入监狱医院治病了 虽然没有大医院条件好 但是总有专业的医生给他治疗 你放心吧 嗯 余晖现在死了 老张一问三不知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到余晖家里去看看 试试去说服他的妻子 有人吗 有人在吗 你们还敢上我家来 没有你们 你们余晖家把我们余晖给嗨苦了 走 来你给我解释 走 冷静一点 你给我冷静一点 你给我走 走 妈妈 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走吧 不是 你给我 你给我 走吧 志愿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余晖刚走没两天 他老婆肯定不会听你说的 余晖 要开会了 出来呀 一起要钱去 快走 来了来了 你们怎么还不走 天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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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秋你流血了 志愿 你怎么来了 天秋 天秋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志愿 没事 就是流点心 只要你没事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我只要你平安 原来你心里还有我 你别说话了 别说话 我这事 大夫 怎么样 怎么样 情况是这样的 缝了时针 她说有点恶心 我看呢可能有点脑震荡 先留院观察吧 明天做一个脑部C体检查 看看情况 好 谢谢大夫 不客气 同志 你还在这里干吗 天秋早就跟你说过 他给你一刀两断 这里不需要你了 你可以走了 这医院是你们家开的吗 志愿 我们走 陈超 我想确定天秋没事再走 人家都已经这样说了 你还赖在这里干吗 跟我走 我 走 谢谢 天秋 你没事吧 没事 志愿 走了 你找他干吗 天秋 志愿 天秋 你怎么出来了 你别走好 你快回去躺着吧 你看那活蹦乱跳的像是吗 我们走吧 陈超 你到外面等我一下 你快回去吧 就用了 我不想让你走 我只存在等在时报 你跑得太努力 我走了以后 你还在这里 他都开着了 另一场天秘 陈超 我 我想留下来照顾天秋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牵扯 你妄想也太大了吧 不是的 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吗 他到底哪里好 同志愿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他如果真爱你的话 他到中国为什么不告诉你一声 你去跟这种人在一起 我宁愿 我宁愿你爱上方天旭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陈超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呢 我宁愿你 因为我喜欢你 我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你 你看着我干吗 快睡会吧 我不 我怕我睡着的时候 你就走了 我明天还会来看你的 我不要 我如果不睡着 你可不可以留下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 像个小孩子 在你面前 我一直都很幼稚 芝人 能不能陪我躺一会儿 就一会儿 就一会儿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初 天旭出车和我住院的时候 我多嫉妒她 她每天都可以看到你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躺在那的人 换成是我 该多好 要真是这样 我宁愿一辈子躺在那里 都不瞎撞 一辈子 你别瞎说 知道吗 之前伤害你的方天秋 已经死了 现在在你面前的方天秋 以后只会爱你 照顾你 保护你 好吗 如果说你说爱不是 说得那么用心 那么说在你离开我时 走得太狠心 你走了以后 我还在这里 日子开始了另一场 但不行 冯老板 我们虞智她年轻不懂事 求求您您就放过她吧 放过她 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这是故意伤害罪 方老板 余智打人是不对 可他爸刚走 年轻人做事难免冲动 您就可怜可怜 他们孤儿寡母吧 是啊 你们倒是聪明啊 打人之前 就没有考虑过后果 现在知道错了 就跑来跟我打感情牌 我告诉你们 这是故意伤害罪 咱们法庭上见吧 我怎么睡着了 我们再睡一会儿 再睡一会儿吧 天秋 我上班要迟到了 别去了 别去了 我马上就回来 你先自己谈会儿 我下班之后来看你啊 不要去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日安 不要去 别去上班了 我先走了 打电话请假吧 不行 不行 非要去啊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 您就放过他吧 你别这样啊 您就放过于智吧 阿姨 阿姨 你们 你们 你们是一伙的 不是的 不是你想要这样的 天亮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一点 他丈夫刚去世 如果儿子再进去了 真的没办法活了 通知员 怎么什么事情都跟你有关系呢 你知不知道 你能在这里是因为我给天秋面子 在泰国 你到了我们方家以后 我们家就没有一天消停过 你还差点毁了天秋 现在到了中国 你就又关起事来了 天亮 你如果针对我的话 我没话可说 但是 我请你放过他的儿子 我想他应该是一时冲动 不是故意的 再说 天秋现在已经没事了 什么叫没事 头都被砸破了还叫没事 哥 我同意放了他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拍下长平药厂这块地 放了他们可以避免就分扩大 还可以消除工人们 对我们方氏集团的抵触 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好 好 我不管了 你们说了算 好吗 你们可以回去了 放心 我们会撤速的 走吧 放老板 谢谢你啊 还有 董小姐 谢谢你 走走走 天秋 其实你这次受伤 应该管哥 本来那天呢 我想跟你上演一下 长平药厂的合同方案 因为你情绪不好 所以我没有跟你说 你也不知道 药厂的情况有那么复杂 所以才导致你受伤了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是我自己不小心 别自责了 其实我是想说 这个同志员 你为什么老是爱跟他在一起 你没有发现 你每次跟他在一起 你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好事吗 我跟你说过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尤其是感情的事 你更不用操心 你要是操心的话 赶紧想想长平药厂这个事吧 这个事非常棘手 说说 你有什么好建议 建议 我真有什么好建议 你会听吗 行吧 你要真愿意跟他在一起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就是老觉得 这个同志员有点不对劲 反正你就小心点了 你赶紧去忙吧 好吧 你也好好休息 上季度我们主推的蜗牛系列面膜 销量速增 荣原美补水系列的弹润效果 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 董事长对我们企划部的工作 也特别满意 特地过来给我们鼓气加油 现在让董事长给我们说两句 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辛苦了 正是因为在座各位心情的努力 才让我们荣原美面膜 不断地创造奇迹 在这里呢 我代表公司谢谢大家 我们即将推出520大型面膜节 在这段时间啊 志愿 往里面照顾 我们线下推广效果非常好 接下来呢 我们线下的万点联动 大型推广活动 也即将圆满地展开 在这里啊 还请大家多多地努力 谢谢大家了 下面有同志员 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的刺画方案 总监 志愿有事出去了 董事长 下面有我的助理跟您汇报一下 面膜代言人的进展情况 方天选 您来说一下进展情况 好 没问题 你怎么来了 佟小姐 我们家余智啊 真的被放出来了 那个方总真的不追究了 真的 那太好了 我知道 方老板她能放过余智 都是因为你求情 你说我之前对你态度那么不好 你还帮我们 我真是 别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也不想看到余智年纪轻轻 就被关起来了 总之啊 太谢谢你了 我呀 想请你到我们家吃饭 你有时间吗 对了 把你的朋友啊 也一起交上 好 我一定去 那我先回去了 再见 再见 志愿 她是谁啊 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呢 她是余智的妻子 哦 那 那她有没有责怪你 你们刚才所说的方老板 是天秋啊 哦 哦 你都跟她见过面了 我前两天去长平药厂 正好遇到那里出了状况 她被打伤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哥现在情况严重吗 还好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吧 哦 对了 总监呢 她叫我到下面的专卖店里 去做一下调研 我估计 可能要去几天 但是 我总有些担心你 你不用担心我 去吧 说不定过两天 我也去呢 嗯 好 那我就先过去 但是 你会想我吗 天旭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懂了 你怎么接着她 你给我的钥匙 你说哪天 如果你死在屋子里 让我来帮你收拾 让我去 陈朝 咱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看来我的手艺还不错啊 对不起 芝芸 之前是我不对 我已经后悔好几天了 可是我知道 说的话就像泼的水一样 受不回来了 你赶紧宣判吧 陈昭 你知道我喜欢的人是天秋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 但是感情的事 是自己不能控制的 从小到大 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你一直都很照顾我 所以一有事情 我就会想到你 可能是过分依赖你 完全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其实是我自己刻意掩饰 我怕我陪不上你 害怕一开口 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 那个时候明明是我偷了你的钱 可你却为我出头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我还发誓 我这辈子要好好照顾你 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让你流泪 对不起 陈超 你对我这么好 我就什么都不能回报给你 你知道吗 其实对不起 是遇到很伤人的话 陈超 我一直把你当做亲人一样 除了我爸之外 你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可是 我对你的这种感情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 你放心吧 我会退回好朋友的界限 给你空间 你看 在这里能看到整个产品药厂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吗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吗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要建主题公园的地方 这是你为天职特别设计的 对 我每天都在想 如果天职突然醒来 他会想玩什么样的游戏 会喜欢在什么样的餐厅吃什么样的东西 会喜欢什么样的草种在草地上 想着想着就成这样了 怎么样 真的很美 像童话世界一样 我就是想让每个人进到这里以后 就像进入童话世界一样 忘掉现实中的不愉快和不开心 在这里充分享受美好和快乐 就是这里 看 就是这里 这里呢 就是整个唱片药厂的最中心 我想在这里啊 建一座亚洲最高最大的摩天轮 在摩天轮上看夜景 会更美好 我能想象到时候的样子 这个地方你属心吗 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没错 我当时拿到这块地的时候就在想 这可是你家呀 志愿 我会在这个地方 为你建一座 只属于你的私人的喷泉乐园 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等我把这块地拍下来 游乐场建成了 我也算完成了 天池她的愿望 等到那个时候 我会跟你离开 过你想要的自由 简单的生活 回复的回复 回复的回复像的一花梦 为何就做的放手 如果说你说爱不是说的 那么有爱心 那么说在你离开我是走的 太可惜 你走了以后 我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